其实拜登领导下的那个白宫的对话 政策的基本的方向早就指定了 而且北京的这个白笔不会影响他们的这个方向 他们是同意特朗普对中国的很多最基本的判断 就是他们的风格 他们的策略有所不同 可是他们已经说中国是一个战略的竞争对手 这个态度已经在华盛顿是共识 共和党民主党都是同意的 而且那个布林肯别的人 他们早在精选当中 已经说那个维吾尔族 中国在那个新疆的这些所有的行动 是属于这个中族灭绝的 早就说了 所以这个方向是不会改的 而且他们并不会因为北京就是这个下马威的这个行为 而改变他们的主意 这个是一个全面的长期的花时代的竞争 这个已经指定了 北京改不了美国人的这个态度 我现在把一个人的作用来 而且是不错的